美国财政部长叶伦接受美国CNN专访 他认为随着美国经济从半年来的萎缩中反弹 短期内没有看到经济会出现衰退的迹象 叶伦态度乐观 但美国联准会本周就会召开利率角色会议 外界预期将连续第四次升息三马 也担心一再调升利率 经济衰退风险会不断加大 联准会立场强势 毕竟通膨居高不下 叶伦也承认 美国民众对当前经济十分不满 美国联准会靠升息压制通膨毫不手软 但华尔街日报报导 一些联准会官员并不乐见每次都升息三马 外界关注联准会主席鲍尔会不会释出讯号 暗示12月将升息幅度放缓到两马 而叶伦则说也会尽力协助抗通膨 而根据彭博社访问的经济学家表示 联准会官员如果保持鹰派立场来奠定基础 让明年三月前的利率调升到5% 不只会影响美国经济 恐怕也会引发全球经济衰退 本周会议究竟会如何决策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东森财经新闻 黄富翔 黄欧天 综合报导 看盘中算赶快来按赞 东森财经二十四小时股市直播 来咯 快点扫QR Code加入 让我们来陪着你们看盘 最及时的盘中资讯 最权威的投资分析 满满一整天盘后交战 东森财经二十四小时股市直播